大家好不是 Double is Partners 我是安仔 我是Andy 今天我们来的新山玻璃找美食 做到这个玻璃的这个美食呢 我相信不只是新山人 甚至新加坡人都知道的一间叫做 上级茶餐室的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很多人来到这吗 只会吃两种美食罢了 一个就是国泰拉萨 很可惜今天国泰拉萨 没有营业 不懂周末 因为平时礼拜天是有开张的 可是不要紧 还有另外一个 佛家推荐的 就是这间上级鸭肉 上级在这个JB波底这边 算是一个蛮宣言的一个 老字号的一个美食 老板呢 基本上他就是卖鸭肉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卤蛋啊 乌竹啊之类的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猪头皮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也可以叫来吃 你刚才呢 在看老板在切这鸭肉说是吗 我有发现到 它的鸭肉 有点水嫩啊 很滑嫩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重点是 老板都是去骨的哦 这些鸭肉哦 嗯 这让我吃下去有一种 顺滑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土质呢 也是调味到很JB的那一种 咸味 讲回来 它的这个鸭肉可以讲是 不只是JB人形 这种美食 也可以讲是 新加坡的厂客来的 我们现在来的时间是 接近11点半 然后可是你看到后面的路续啊 现在有蛮多新加坡车 都已经来吃了的 可以讲说 这个上级鸭肉呢 在新加坡人 是占有一型的味的 嗯 味道就是 咸中湿度 刚刚好 他们家的鸭肉 非常的嫩滑 嗯 果然是 马来西亚 著名美食节目 佛家介绍的 果然 没有失望过 第一间波顶美食 就吃到这么活血了啦 所以吃完了 这一样的美食后呢 马上就来 去吃下一家波顶美食吧 OK啦 现在呢 我身后呢 这一条街呢 其实就是 曾去年的文化街了 这条街呢 其实就是 我们之前有来这边拍过 我们在这边吃过一个鸡吧 一下子转眼间呢 又会来这条街 因为今天呢 我要跟你们介绍的 就是在这边 算是小有名气 因为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看到蛮多人 都会 去打包这样美食 而这个店的名字呢 就叫做 塔普什亚 哦哦哦 他是专卖蛋塔的哦 她这边呢 有非常 input 我亦亦给你们介绍 第一个这个青色的呢 它就是 respond 蓝的蛋塔我还是第一次吃 第二个这个就是Original的啦 也就是普通的蛋塔 然后第三个的这个 这个就很特别了 我一定要跟你们说这个 这个东西叫做麻吉蛋塔 再来这个我非常的喜欢 它就是 Mu Sang King榴莲 哇 Mu Sang王的蛋塔 我来try一下它这个 Mu Sang King的蛋塔如何 它的榴莲味道呢不会很重 它是蛋塔的 可是它的蛋里面呢是有餐的 这个榴莲的味道 它的外皮烤到也脆脆的 很酥的感觉 你看吃到我马上嘴都吃了 这个就是了麻吉的蛋塔 No 他这个麻吉是在下半步罢罢了 它上面是蛋塔的 是鸡蛋的 它下面这个 这是麻吉 他就是有点黏糕 按照刚才讲的黏糕味道 很接近 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还烧烧的 就是那种刚烤出来的那种味道 可以 最后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也就是玉泥蛋塔 来 开口 真的 内馅真的是够足 它上面的玉泥香非常非常 而且要两粒玉泥块 它下面底部呢 就是以蛋塔的圆蛋味道来制作成的 OK啦 所以我在这边跟你们介绍 这个比较出名的新山波堤美食 就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还有最后一间要介绍给大家 我们马上出发吧 排队一下 我这边我没有想到这样多人 我相信这边这样子排的话 应该要等上一个半个小时 现在也算是吃饭的时间 对 其实可以看到啊 不只是马来同胞来说 玩的都有很多 外国人的 外国人 外国人的 可以放入 2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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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小时 1个小时 小时 哇 我��在这边 酱油鸡饭 专卖Nasi Ayam的 Nasi Ayam就是我们所谓的鸡饭 酱油鸡饭地理位置就在Presada Presada就是新山主要的宅馆 会议室就在这一边 话不多说马上就来尝试它的酱油鸡饭 它的外形是黑色的 里面的肉是很滑嫩的那一种 太厉害了 因为刚才看老板他们在放在锅里面 我就以为它是炸的 可是吃下去就有一种烤鸡的那种感觉 它的皮上面的那一层芥末很香很浓 很爽 再来我们来拿它的肉去点它的芥末 因为他们这边有两种酱料 一个是他们的辣椒 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芥末 它的芥末就是那种不同的那种酱情 再来我们点一下这个辣椒 它的辣椒酱非常非常的特别 首先够精辣 他们的辣椒味放得很够 这个辣椒是比较最高最浓的那一种的 再来我们来摆一下这个辣椒 我们的辣椒味 看上去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鸡跟饭 就可以看到这么火红 一定有它的秘诀的手段 除了它的鸡之外 它的这个饭也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正电汁吧 one of the正电汁吧 然后这边啊 你不吃它的饭 真的是会后悔的 它的饭真的是很香很浓的那种味道 在那边 然后来到这个 呃 Nasi ketchup这里呢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甜菜方法啦 你就是一坐下来是吗 他们就问了多少个人 他们就搬上了 他们就是一set已经是做好了 有一点菜 然后有鸡肉跟一个饭在这边 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美食 可是就是一个这样子这么简单的美食是吗 就吸引了无数的人来这边排队 特意来这边吃 然后可以看到的时候 那个排队那个还是没有端过 OK啦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新山坡里 介绍的所有美食啦 当然在之前呢 其实我们是有来过这个新山坡里 这边吃过很多我们的美食啦 就好比这边后 这边再下去一点点就有那个华梅啊 还有一个就是楼佛古庙啊 这些我们都有来过都有来吃过 以后你们要过卡三要回去新加坡之前 或者是进来新山这边玩的话 可以不妨来这些我们介绍过的这些波底美食这边 来尝试看一下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所有美食啦 喜欢我们这期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